北京时间1月16日至1月21日 总奖金为85万美元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 Super750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由于赛事级别较高 因此刚刚结束马来西亚战的羽坛中将 均报名参加该战比赛 国语方面 由于身体原因 混双世界第一正思维 黄亚琼已经明确放弃参赛 其他选手依然在报名签表中 男子单打三号种子李诗丰 六号种子石宇奇 以及翁弘扬被分在上半区 且均被分在四分之二区 仅有一人能够晋级四强 其中 马来西亚战止步八强的李诗丰 首轮将迎战新加坡选手洛剑右 四轮或对阵日本选手杜边杭桂 八强战或与石宇奇争夺半决赛资格 马来西亚战 屈居亚军的石宇奇 首轮将迎来与翁弘扬的内战 四轮的对手将从丹麦选手格姆克 和在马来西亚战闯入四强的 中国台北名将林俊逸之间产生 从上一战的情况看 国语三位选手想要突出重围 并非容易之事 陆光组独自阵守下半区 落位四分之三区 首轮迎战日本选手西本全泰 四轮获继马来西亚战后 再次遭遇四号种子 印尼选手金婷 若晋级八强 可能面对七号种子 泰国选手昆拉伍特 女子单打二号种子陈宇飞 八号种子韩月 以及王芷怡 张一曼被分在下半区 其中 陈宇飞落位四分之四区 首轮的对手是韩国选手金家恩 四轮可能对阵丹麦选手杰克斯菲德 八强战或迎战马林 不知马林是否参赛 韩月 王芷怡和张一曼同时落位四分之三区 韩月 首轮迎战苏格兰选手吉尔默 四轮的对手将从王芷怡和张一曼之间产生 三人中仅有一人能够晋级八强 八强战或遭遇三号种子 山口茧 六号种子和冰娇和高坊杰被分在上半区 同时落位四分之二区 和冰娇首轮对阵加拿大选手李文山 四轮的对手将从越南选手阮翠玲和泰国选手李美妙之间产生 八强战或遭遇四号种子戴茨颖 而高坊杰首轮便对阵戴茨颖 恐遭遇赛季两连败 男子双打头号种子两尾坑王场 首轮将迎战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 杨伯轩 四轮的对手将从苏格兰组合邓恩霍尔和泰国组合 苏帕克及丁奴鹏之间产生 八强战或再次对阵日本小保姆组合 前提是日本小保姆组合能够通过王耀新张玉宇 阿山亨德拉 李扬王麒麟三对强敌的围剿 八号种子刘雨晨 欧选一落为四分之三去 首轮迎战法国组合科尔维拉巴尔 四轮的对手将从马来西亚组合 无是非一组丁和加拿大组合董星宇史沧尼之间产生 八强战或遭遇四号种子谢定峰苏伟毅 谢苏组合晋级路上将面对三对日本组合的围剿 何继亭任响雨落为四分之二去 首轮对阵韩国组合 金元号罗胜胜次轮或遭遇另一对韩国组合 三号种子将敏赫徐承载 晋级八强的难度比较大 陈百扬留意则落为四分之四去 首轮对阵日本组合松居归一郎竹内一线 四轮的对手将从五号种子 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安德斯 和印尼组合菲克里茅拉纳之间产生 若晋级八强则可能遭遇二号种子 印度黑塔组合蓝鸡雷迪泄体 女子双打头号种子陈清晨贾伊凡 六号种子张书贤正宇 以及李温媚刘玄旋被分在上半区 其中 凡尘组合首轮便与李温媚刘玄旋展开内战 四轮可能对阵中国台北组合徐雅琴林婉清 八强战或迎战五号种子拉哈尤拉玛丹地 六号种子张书贤正宇首轮的对手 是荷兰组合吉利塞尔宁 四轮或对阵韩国组合李温琳申生赞 八强战或迎战四号种子 日本组合松山奈卫之田千阳 七号种子刘胜书谈宁和李仪静罗徐敏 被分在下半区 马来西亚夺冠的圣坛组合落位四分之四去 首轮迎战日本组合宫普林奈英本炫子 四轮的对手将从保加利亚组合加夫列拉斯蒂法尼 和澳大利亚组合马帕萨与亚结枝产生 八强战或遭遇二号种子 韩国组合白河纳李昭西 李仪静罗旭明落位四分之三去 首轮对阵法国组合兰博特特兰 四轮或遭遇三号种子 韩国组合今朝应孔西荣 晋级八强难度比较大 混合双打四号种子冯燕哲黄东平 和五号种子蒋镇帮魏亚新军被分在上半区 有望在半决赛会时 国语两队组合最大的竞争对手 便是七号种子 韩国组合金元号郑纳银 凤凰组合首轮迎战印尼组合德阳维德嘉嘉 四轮的对手将从泰国组合卢塔纳帕克杰尼查 和英格兰组合埃利斯史密斯之间产生 八强战或对阵金元号郑纳银 蒋镇帮魏亚新首轮将迎战中国台北组合张克奇 李芷珍 四轮的对手将从日本组合金子佑树 松有梅佐记和丹麦组合麦恩布施之间产生 八强战有可能对阵中国香港组合李进西吴芷柔 锦号头条创作挑战赛锦号 锦号2024印度羽毛球公开赛锦号 锦号正思维黄亚琼锦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